在昨天的分組積分賽中 師大及台科大最終奪得5分 率先晉級 令人意外的是 賽前遭到忽視的藝人代表 竟在比賽後段急起直追 對各校造成莫大的壓力 而今天名向的麻煩更大了 實力覺醒的藝人代表 將以銳不可擋的攻勢 再次痛擊他們 五月花號 航行的目的是什麼 這個地方有災難或什麼 他們想要坐那個船 然後走路面 請公布 正確解答 我好聰明喔 我打敗太大了 若想維持運動耐力 應多攝取下列何者 請公布 正確解答 我來吃上了 究竟哪間研究所 會是本週的冠軍 十萬元倒數四天 在昨天 研究所學生 高智慧的比拼後 有三組人馬 各失去了一名隊友 在今天同樣的規則之下 他們能否妥善分工 積極搶分呢 今天的賽事跟昨天是一樣的 各位要好好思考一下 推出你們的代表 藝人還滿可惜 高分的落榜 但是也讓觀眾展現你們的實力 不要再看不起我們藝人了 加油了 自己給自己加油了 第一題是英文單字 請準備 在昨天 表現出色的藝人代表 會派出誰來搶這關鍵的第一分呢 已經派到代表了英文單字 請準備 請出題 請注意 這是世界上最長的英文單字 現在畫面上看到的 是它最前面的100個字母 其實 它總共有18萬 9819個字母所組成 如果要我念完它的話 觀眾肯定會轉台 請問 全世界最長的英文單字 為下列何者 一 地名 二 絕症學名 三 化學名詞 四 甜點名 請作答 這讓我們長知識 18萬個單字組合的一個字 這個 妳剛剛看會唸嗎 我剛剛應該是可以硬要唸 對 沒關係 我們待會兒再來請妳 唸前三行就好 好 這個唸完聽說花一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 三個小時 18萬多個字嘛 天啊 誰會想到這個字 所以這題大家 也是憑感覺在猜了 東佑妳好 第一棒就派妳了 這不是日本題 妳怎麼會想 因為我們覺得說 英文大家就試試看吧 好 就大家差不多普通普通那樣 妳覺得是絕症的學名啊 因為之前好像有看過 這些比較有趣的東西 然後感覺好像很常常的 有可能是絕症的學名 好 選三大家都一樣的 請詩雲 因為我剛剛看他前面 他好像有寫什麼ME 什麼好像是心理學 我想說那應該是什麼 沒關係我們把這個字倒過來 反正大家都已經寫了 METHION YLTH 什麼TH 蛤 我不知道耶 妳知道M是一個字嗎 它總共有18個字母連 18萬多個字母連 妳會唸嗎 我現在就在看 我隨便講你都不知道 Glutam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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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知道妳看他唸幾個字 100個字母連 都要這麼長 18萬個念的民國級 所以秦俊雲妳覺得也是 因為應該是化學的學名比較多 他把它全部綜合起來 我在想會不會是這樣 對就是他把全部的化學名詞 組合出來的 所以真有這個東西就對了 我覺得這應該是化學名詞 因為它裡面出現 譬如說Glutamino 或是像Methyl 那一開始應該是有機化學的 一些化合物的名詞 我在猜測 都知道了 是 李卓恆呢 我認同剛剛就是那位李同學這樣的 因為他很多都是化學名詞 譬如說第一個Methyl 就是我們所謂化學裡面用到的 對 然後還有一些其他也都是 妳看我們節目才知道 有個18萬多個字 組成的一個單字 妳看到嗎 很厲害 選擇二 三 請公布 正確解答 三 化學名詞 厲害 好 這個全世界最長的單字 是由國際理論 和應用化學聯合會所命名 它是化學名詞 基聯蛋白的全名 一共有18萬9819個字母 花三個小時都念不完 它是目前已知最大的蛋白質 分子量有25000多個氨基酸 是不是相當驚人呢 本次參賽者實力真的太驚人了 第一題難度如此高 還是無法難倒他們 下一題心理學 大家又會如何應付呢 心理學請準備 請出題 1971年 史丹佛大學 社會心理學家 菲利普金巴多 主導了全球最具傳奇的真人實境實驗 探討角色差異心理 後來還被拍攝成電影 請問 這個實驗模擬了什麼環境 來探討人的角色差異 一 荒島 二 監獄 三 軍隊 四 賭場 請作答 有選一 有選二 有選四 三 軍隊沒人選 選擇一直有阿諾一個人 來 請 不知道 因為我看過那個飢餓遊戲 生存 對 生存遊戲 他都是講荒島 因為他說角色差異 那軍隊裡頭都是軍人嘛 所以一定不會是軍隊 監獄就是犯人啊 所以我就覺得應該是荒島 因為荒島裡頭可以有 比如說醫生在裡頭會有怎樣的反應 或者是我 我只是一個學生 我會有什麼反應 我覺得他比較能夠在裡面探討出角色差異 在美國以前有個綜藝節目很有名 就是通通放到荒島裡面去 對不對 Survivor Survivor 對 然後要挑戰 那那個比較沒有 其實也有心理學 有 也有心理學 因為不一定是最強的會贏 因為有的人會把最強的人 就把它弄掉 是 其實我們這個 金頭腦也常玩心理的戰術嘛 對 所以他選擇荒島 他的解說是這樣 選擇二比較多 選擇四也只有 一位高玉聰 你喔 你選擇四是賭場 因為我覺得 一跟二的話 其實蠻多都有在做這類型的心理測驗 然後四的話 其實賭場的人需要很多勾心鬥角 然後我覺得在裡面分析人格特質 其實會 還有人格的角色差異會很明顯 對啊 因為其實賭性 賭性大發的時候 六親不認 而且賭場上 可以看到最真實的人生 選擇二的有四位 翁玉涵好了 翁玉涵你好 你選二的原因 印象中有跟同學聊過這個東西 就是有心理學家在監獄裡面做實驗 他就是把人放兩種角色 一種是犯人 一種是監獄裡面的長官 那長官要去失戀 管理犯人的 讓他們就是角色兌換後 他發現一個很可怕的狀況是 當你是那個施暴者 就是管理犯人的人的時候 大家都會很不自覺的毛起來 就是甚至會鬧出人命 後來就因為這樣 就是太危險 然後就停止這個 試驗 所以你講解的意思 比如說今天我召集這些人來 我只要十位是演監獄管理者 另外二十個演犯人 結果後來大夫本來是好朋友 演演演 演到最後管理出來模擬出來 那個人就真以為他是點獄長 對 沒錯 他在心裡會內化成 我就是要管你 我就是要虐待你 甚至施暴 台大的黃長翰呢 瓜哥好 詹姆好 我想就是 我在大學的時候 就是有上過一些像 心理學的一些課 然後我記得有印象好像是監獄的樣子 因為一方面我先用三句法 就是把三跟四先消除掉 因為我覺得說 在監獄裡面可能會有 來自不同種罪行的人 那他們在裡面才可以真正表示出 他們內心的那種想法 對 然後我就想說 一跟二再選 那我想說一的話 荒島可能在人群中 可能不會比較那麼多樣的感覺 對 所以我選擇的是二 監獄 所以有人選監獄 有人選荒島 也有人選賭場 請公布正確解答 史丹佛監獄實驗是1971年 由美國心理學家 菲利普金巴多所進行的心理實驗 主要在測試人類對囚禁的反應 及管理者在獄中權威 但最後這個實驗 卻因全面失控 提前遭到終止 台大在連拿兩分後 面對常見的生物體 他們似乎要發動搶分戰術囉 好 就是看到台大仁恩第一次下來吧 為什麼現在要親自清真 時間到了 差不多了 你還算命 看時間 算命 你明天才想要幾點幾點出戰一定會贏 不是 他想要數戰數決 阿農還是派你啊 對啊 因為想說我是理工科啊 然後有涉略一點點生物 是 高中的時候 想說再下來挑戰 挑戰 好 生物體 請準備 請出題 請注意 以下圖片為鸚鵡螺 他有一層又一層的氣勢 外殼切面 呈現優美的等角螺線 而等角螺線 又與黃金分割 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這是鸚鵡螺 在亮麗的外表之外 又增加了許多 大自然的神秘色彩 請問 關於鸚鵡螺的敘述 下列何者錯誤 台大隊長親自出馬後 搶分快攻戰術能否奏效呢 關於鸚鵡螺的敘述 下列何者錯誤 1. 一出生就有30個氣勢 2. 為海洋活化石 3. 為人類做潛水艇的靈感 4. 每個氣勢皆相同 請作答 1. 一二三四都有 1. 一二三四都有 有人選 選擇一的兩位 選擇二三各一位 那我們先換問一位的 楊懷恩 請解釋 請解釋 我覺得 我覺得鸚鵡螺應該已經絕種了吧 因為我也是想說用那個邏輯去思考 所以你的解答就是說 他應該不是活化石 就現在沒有了 所以不能叫活化石 對 所以他意思說這個現在沒有了 所以跟這個不對了 不能叫活化石 楊懷恩解釋是這樣 選擇三的也只有一位 李卓恆 你的解說是什麼 這題我是覺得說 因為他說是做潛水艇的靈感 但是我覺得潛水艇 就是不管在形 就是在形狀上面有點不像 就是鸚鵡螺的那個造型 因為假如他們是要仿生的話 應該可能是會 仿造說這個生物的一些 就大自然給它的生物特性 而去模仿它這樣子 那我是覺得說潛水艇 感覺不太像 對 所以我選三 請問一下 第一艘 美國的核子動力潛艇叫什麼名字 鵰鵡螺號 對 對不對 你不覺得它很像那個 底下的幾個艙嗎 誰鑄的誰鑄的那個艙嗎 仁仁 你選一 其實 就是我 我記得三世 我看過應該肯定不是 所以我就是從一跟二來看這樣 對然後我覺得一出生三十個 其實 就是講到數量這個我就有點 會懷疑 可能是二十八個或二十五個之類的 對 總共是三十個呢 就是 我懂他意思 就像年輪一樣 一年會多一個氣勢 一年多一個氣勢 對 也許他可能出生的時候很多氣勢 或者是慢慢少 對 絕對不是三十個 你的解說應該是這樣吧 瓜哥聰明 謝謝 謝謝 徐寶欣 台灣科技大學 你的解說呢 瓜哥好 薛內姐好 你好 關於這個問題 我是先從三開始想 三跟四其實蠻雷同 因為潛水艇其實利用氣壓做升降 那如果假設每個氣勢都沒有相通 他怎麼做 比如說浮起來或潛下去 所以三四應該是對的 那再來看二跟一 二的話可能活化石就 我會去回想 到底活化石有哪一些 那再回到一的話 因為三十個氣勢其實 你說不準 因為有可能他們在幼年期 是比較少的 就跟瓜哥剛剛的年輪一樣 可能十五個變成三十個 也有可能是四十個 一直將到三十個 他可能會脫殼 然後會變大 不曉得是真還是減的 對 所以我就選一 好 所以也是因為數字的關係 就是三十那個數字 陽明大學徐晨陽你好 你選四 每個氣勢皆相通 你說不可能 那個瓜哥 Jane你好 我覺得他每個氣勢相通 就可能他需要儲存一些氣體 之類吧 那如果他一次 就是如果都相通的話一次用完 他是不是就可能需要 再補充氣體之類的 他不會相通就對了 對我覺得不會相通 潛水艇的設計當然是可以相通 可是一旦碰到淨水的時候 他就會把它鎖死 會鎖死 那是人以為可以這樣 但大自然會有這個作用 每個氣勢皆相通嗎 也有點道理 一 二 三 四 就有人選 請公布正確解答 一 一出生就有三十個氣勢 好 鸚鵡螺最早發現於韓武記晚期 距今約五億四千兩百萬年前 他剛出生時 只有一個氣勢 隨著身體慢慢長大 會向外再長出更大的氣勢 而人類打造潛水體 就是學習鸚鵡螺 在水中浮沉的原理 在2012年花蓮海洋公園 已經成功賦予出 台灣第一個鸚鵡螺 現在的分數 目前看起來台大三分 果然這個必殺 他覺得不要拖時間了 趕快下來完成舞題 讓你們早回家休息一下 厲害 超厲害的 接下來進行的是流行文化 請準備 面對研究生 普遍不熟悉的流行文化 藝人能在這題返回藝城嗎 大牙下來囉 大牙 大牙這題為什麼要你 請之下來 應該是說流行文化 對 想說再來讀一下 好 這一題是流行題 來 請準備 歡迎出題大來賓出題 彈劍大王 這是大貓也叫軟醉唇 請一個就要傳廢文 請你注意我現在要出題 如果回答不出來就是你住戲 所以小狼 他現在四處出征 外表斯文卻是奪命俗身 24 7 白天到晚上 哪裡有感覺哪裡就是他戰場 捷運站裡 百貨公司電梯旁 星巴克成品 大企劃唱片行 他能應付各種情況 都不覺得驚慌 出遍不盡就像歌手上現場 所以他不帶不下 儘管那滑倒是沒有人護駕 最喜歡當然的自己的住家 但也曾經搭在公園的樹下 他精通拉式的功夫 他肚子很少是空腹 經歷過很多的痛苦就是沒遇過 睡著地理 拉肚子最久的記錄 插屁股最好的技術 終於走到這個地步 他精通拉式的功夫 他肚子很少是空腹 經歷過很多的痛苦就是沒遇過 睡著地理 拉肚子最久的記錄 他屁股最好的技術 終於走到這個地步 平身 这次代表比较软嘴唇 今天我要出的题目是跟饶蛇有关的题目 你们准备好了吗 好 饶蛇音乐起源于美国黑人 深受现在年轻人喜爱 请问 饶蛇一词 在中国原本指的是什么 一 多嘴 二 讲话结巴 三 说谎 四 很会吃美食 请作答 只有两种答案 一个是多嘴 一个是讲话结巴 想讲话结巴 台湾的示范大学 罗杰安 主持人好 我就是想说饶蛇嘛 可能就是讲话的时候就是会比较 就是不清楚然后就是会结结巴巴这样子 结结结巴巴巴的很绕口 是这个意思吗 对 大雅呢 你为什么选一 因为我觉得就是有 如果是在中国的意思的话就是我讲很多 我的舌头一直在打转 所以我一直讲一直讲 你这人真多嘴 咬舌根 你这人很饶蛇 你这人很饶蛇 就是隔壁张善又怎么样隔壁老王怎么样 对对对对对 多嘴是八卦 那个李太太啊 那个张太太啊 很假嘴嘛 很多嘴 有嘴没有 有空无顺 我们说的有的不的 曹维婷呢 来 曹定伟呢 那个因为我好像有个印象 就是那个大陆人讲话会说 你这个人怎么那么饶蛇啊 对那那种口气感觉就像是 多嘴 对你那个人怎么多嘴 那说谎呢 说谎啊 这个人不靠谱 对 这个人有靠谱啊 就靠谱就是还能相信 满嘴大话不靠谱啊 那感觉说谎也有一点点可能性啊 说谎啊 饶蛇说谎 也有都有啊 陈柏安 已经陶醉在舞蹈里面了 要放假 要 就内好 没有因为其实有看一些古装剧啊 那他在说话的时候 其实有一些大神婆 他就说 您不要这么饶蛇啊 其实话不要这么多的意思 那么多嘴 对对对 那不要 话不要这么多跟你不要 多嘴 多嘴是不太一样的对不对 一样差不多是一样 解释一样 假嘴嘛 你有嘴一直讲到有话嘛 好 好 任恩 你来下来就加紧速度了 是 是 你也是直接选多嘴啊 是的 瓜哥 我觉得这题是多嘴 有feel 有点点 奇怪 刚刚他出来你们都不太跳 现在才开始跳 对这个人来讲不公平 其实他刚刚唱的一直要呼应我们大家都这样 对 其实饶蛇是大家要动起来对不对 对 就是如果可以跟着节奏一起 自然的摆动 其实不用刻意的动 是 因为他们比赛紧张都不敢跟你动 害他表演的回头看一看大家都立正站好 他想到辣相馆在唱歌一样 你好 你先来宣布这个答案再来问好了 请问正确解答是 解答是 一 多嘴 厉害 也不是讲话结巴 也不是说话 也不是很会 那这个饶蛇歌不是多嘴歌的吗 变成 对 念很多的词词对不对 对 就是讲一些用的没的 可是这个词也不好写 钻基 这么厚啊 对 新发型的 我以为新的一年到他要拿记事本给我们 可以记 可以记 因为我后面做成一本笔记本 真的很像记事本啊对不对 对 后面是空白页也可以记东西 是 谢谢你蛋堡 谢谢 谢谢 在蛋堡的精彩表演过后 各校成绩也出现了变化 在台大研究所召集艺人 任恩的发挥之下 连拿两分 离近期 就只差一步了 但各校依然没有放弃近期的希望 在下一题世界历史 会有奇迹出现吗 好 现在有了四分 所以大家顶住压力了 我想任恩今天会下来是因为昨天 已士气愈会占有了吧 对不对 是 所以今天一定要保住这张票 要先抢五分就对 是是 好 可是历史也是你的 时刻也是你抢抢五分 就还好 不过就很顺 就顺啦 这样 好 就是因为前面都打得对 所以就是顺顺的 是是 科技大学这一位呢 因为我是队长 所以差不多该出马 不要等太久 拖太久了 台大的队长已经出手了 连中两题了 你看看 他想加快比赛速度 秦思云 派你来也是加快速度的吗 他们派我下来说要祈求 台大的先等我们一下 我们可能要派人先跳个厌舞 等会 你们答案先来 选跟他一样 你们就等死 好 接下来 请准备 请出题 1620年 著名的五月花号 从英格兰出发 这是一趟 改变世界历史走向的航程 请问 五月花号 航行的目的是什么 一 移民 二 环游世界 三 商业贸易 四 运送犯人 请作答 四 三 二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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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几个人很有肯定的放下来 对啊 因为我看台大这位 他已经是其实准备好 他是不想先插上来 对 而且一放上去的时候也是那种 插 可是刘柏涵你很遗憾你的答案是跟任恩是一样的 所以他答对你答对的话 你不过是两分他已经五分了 最怕是碰到这种情形 秦思云 你选移民啊 对啊 因为我想说我看过一部电影 就是好像是那个地方有灾难还是什么 他们就赶快坐那个船 然后逃到另外一个地方 全家移民到别的国家 诺涵 你讲诺涵方式可以扯到五月花 你讲的是王牌天神嘛 王牌天神嘛 好像是 我忘记 反正我就觉得应该是吧 反正搞不好越不可能 当然就是越有可能 反正就是不要跟台大一样 对 因为跟他一样你也不能了 对 也没有帮助 王朝龙 派你下来选个四 运送犯人 我觉得我好像有点判断错误 因为如果是很有名的事情 感觉不会是这种负面的运送犯人 陈同学 中兴大学 当时他们好像是要去寻找印度 但是最后这趟旅程 还是没有达到他们找到印度的这个目标 然后他们好像是为了要去就是 印度可以就是得到贸易这个就是利润 对 因为那时候的印度商业贸易很厉害嘛 对不对 什么东印度公司 应该是说香料很珍贵 所以要在那边买 所以是商业贸易 他解答得越来越详细 现在越来越 从不清楚就越来越清楚了 任恩 你下来就是第三题 我答对连中三缘了 对 你念完题目 其实你很有自信 把选择的答案牌放在底下 对 所以你确定吗 对啊 地理科的时候 一阵子以前 商业贸易 那你知道他的典故 他刚才同学讲得很对 就是印度的 所以他们是要去找印度 要找这个香 香料的贸易 对 这场如果是三的话 前面的比赛是前几点 待会就要进行拜不复活 而且目前为止 没有一个学校已经面临五分 只有台大 中兴跟阳明 就算答对也不过是四分 师大答对是两分 一人答不过三分 选择了一 三 四 请公布 我好聪明啊 因为录了一百多集 难得碰到这样 我打开台大的 那只是最台大一样 有没有 秦师云的反应 就像得到冠军一样开心 原来打败第一学佛的感觉 比夺冠还过瘾啊 五月花号 其实是满在一群 对英国国教派不满的 清教徒 他们在1620年从英国出发 航行66天后 到达北美洲 是历史上相当重要的 一次移民行动 台大在上一题 没能拿下分数后 让各校燃起了反攻的希望 下一题 医疗保健 会让战况起多大的变化呢 刚刚上一题的艺人的表现 让我们眼睛回之一亮 队长亲自下来了 是 任恩还是站在原位 准备要结束比赛 有那么见 丹妈 阳明大学召集人陈玉玲 非常召集的下来了 对 瓜哥 主持人好 因为我觉得刚刚那几题 真的是有点失算 我如果自己亲自下来的话 应该都可以拿到分数 所以刚刚那一题 你也是会选移民吗 因为五月号号就是从英国移民到美国的第一艘船 你刚刚为什么不举手 也可以解说 千金难买早知道 我们期待下一次 好 这题不管怎么样 我们第一个先让你解说了好不好 医疗保健 看样子 杨明大学是比较占便宜的 科技大学也比较占便宜的 请准备 请出题 近年来 台湾民众的健康意识抬头 吹起一股慢跑风 但若不持之以恒 健康效果有限 请问 若想维持运动耐力 应多摄取下列何者 一 咖啡因 二 荷茶素 三 膳食纤维 四 维生素A 请作答 只有两种 二跟四 儿茶素跟维生素A 咖啡因 膳食纤维没人选 马拉松算是一种 长跑 慢跑 慢跑 因为它不是暴冲的 对 那你长跑马拉松 你应该知道 我们就先不要问你好了 我让你讲完 其他心情又不好 杨明大学陈同学 来 请 你第一个来解说一下 维生素A 其实我这题是用删去法的 就是把咖啡因跟膳食纤维把它删除掉 那儿茶素感觉是那些茶类饮料常打的广告 是 所以它应该是对肠胃吸收有关的 所以我就暂时不把它列入考虑 我就选择四 所以二跟四选择 你觉得儿茶素是一个广告的一个 对 也许有帮助 但是不是维持耐力的 对 维生素A 维生素A是补充什么 眼睛不好的人 就吃维生素A可以改善视力 对 所以吃维生素A跟耐力没关系 对 对 因为基本上应该 我的话应该不会选四 所以你很开心对不对 对 因为以前也知道它是夜盲症的 对 吃维生素A可以改善夜盲症的情形 所以它跟运动耐力有关系吗 你脸怎么红的 你脸怎么红的 我也不确定 来秦世元怎么样 没有就是因为我们 我们都有跑那个什么跑步 就是我们都 老实说就是 在比赛之前先喝绿茶还是什么的 可以增加肌耐力 茶类的吧 应该茶类应该就是耳茶树吧 所以你常常去慢跑 对啊 你跑多远 差不多10公里吧 10公里算很 可是10公里对我来讲是最远的 没有 不错 10公里很好 虽然不能在这个42公里的皇后面 因为我不行 前两天还去横渡日月台 但是我有参加三帖 三帖不错 三帖就不简单 对 我们不要因为这样聊起来好不好 我也很想跟你跑步那是 好 她觉得说她有去跑步 教练一直说要补充那个耳茶树 耳茶树只有绿茶 跟你买的那种瓶装的是没有 你去那个什么超商买那种是没有 你要先摘一下泡的才有 真的喔 没有 来 那这样子我们还要问四的吗 任恩 又臭败了 对 应该是吧 应该 你们目标是打败台大 你为什么选维生素 你为什么选维生素 刚才是二跟四在考虑啦 但是就是没想那么多 就想说 对啊 因为制作单位逻辑 应该维生素这类的 应该不要选才是 对 不见得对啦 他们只是这样讲 我们讨论 刚才讨论半天最后移民 最没有信心的答对 如果这样情形看起来 艺人是追上来 如果答对的话 就是十分了 加油 拜托加油 台科大曹廷维 只有你们两个选二啦 对啦 选二就对了 曹同学先听你来讲 因为维生素A的话 它主要是补充我们身体的黏膜系统 对 那个膳食纤维的话 主要是帮助我们清肠正常 对 那咖啡液的话 可能就是帮我们提神这样子 所以我就把他们三个删掉 所以许同学 站成自己曹同学的手法 对 他们笑容满满面 笑得这么开心 你看 他们三个都笑得非常开心 他们笑得开心之外 最开心应该是维鲁吧 你是懵得还是 我是也是用删去法 然后而且我印象中 我上别的节目的时候 很像又有提到 儿茶树这个东西 对 你们常常上健保节目 对 健保节目 对 所以就印象中有这个东西 是可以增加耐力的 只有2跟4 请公布正确解答 2 儿茶树 好热闹 好热闹 好热 这一题 让战局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原本位居领先位置的台大 连续两题无法拿到分数 竟让艺人代表与台科大 给追了上来 而为迷不振的师大 会不会连败不复活的机会都没有呢 目前已经有三组人马听牌了 相信下一道历史题 就会是分出胜负的一题 到底谁能率先脱颖而出呢 现在问题出来了 不是台大先过关 或是艺人先过关 事大你才1分 如果持续下去 这题又没答对的话 人家已经进行才1分的话 你没有败不复活的资格 要先自己选一位淘汰了 吴冬佑听得懂 要加油 你现在是抢败不复活的机会了 其他是抢晋级的 请准备 请出题 3 5 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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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大如果單獨過關的話 其他就要敗不 師大也是一樣 師大有兩位要搶這個 我們先問師大好了 比較告急的 吳東佑你選二 管仲跟包淑雅 印象中感覺是交情非常好的 因為我只知道三 最後有歌席的動作 所以我不可能選三 所以一呢 劉冠章呢 來 黃長翰 就是我覺得是就是可能 我會先閃去掉 然後剩下的是一二三 然後我就覺得 可能劉冠章的就是交情 就是會比較 可能就是從戰爭到結束以後 都是就是深深 就是會讓人家有感動流淚這種感覺 可是那是生死之交吧 對 那跟八拜之交一樣嗎 就這裡還不太 就是不太知道 甚至只能就想說 用這樣的方式去就是踩體這樣子 對 所以你選劉冠章嘛對不對 對 好 讓我們感覺很意外的藝人 現在已經異軍突起了 請詩雲你選擇 臉婆令象爐 為什麼 因為啊 這題其實我是有點 選最不可能 因為我覺得一啊 就是一二 就是我覺得不會是一跟二這單 但是四我是完全沒聽過 那三就覺得 是想說就是自己決定就選三 就跟移民是一樣的 就是一打開就是一二三四就選三就看中三 那因為劉備官語上面這答案就是太簡單了 二也是 好 高宇聰 我覺得一一真的太簡單了 因為他八拜之道應該不是 雖然他們的交警真的很好 可是我覺得不是用的他們 然後我覺得 我只要二應該不是 然後四的話是真的沒有聽過 所以我選三 這題如果是真的三的話 那等於台大的是臨門一角 從四分一直被人家從兩分追到五分 如果是師大的還有機會 如果真的三 如果先不是三的話 師大要先自己先淘汰一位 連敗部復活的機會都沒有 因為他們只有一分 我們節目規定要有兩分 才能參加敗部復活 告急 選擇一二三都有選 四恐龍迷恨沒人選 請公布正確解答 如果是真的三的話 那等於台大的是臨門一角 從四分一直被人家從兩分追到五分 如果是師大的還有機會 如果真的三 如果先不是三的話 師大要先自己先淘汰一位 連敗部復活的機會都沒有 因為他們只有一分 我們節目規定要有兩分 才能參加敗部復活 告急 選擇一二三都有選 四恐龍迷恨沒人選 請公布正確解答 開始 他就這麼簡單沒有那麼複雜 不能同年同年同日生 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 同名狀 劉關章八敗生死之交 就是台大 剛剛頂到四分 頂到天啊還頂不上來 有沒有鬆一口氣 就是原本聽到大家解釋 就覺得可能真的猜錯了 但是覺得 可是又覺得想說 如果用簡單方面想的話 就直接選一 會真的是 會是比較方便 就是比較直覺的選法 那會很夠耶 他們很早就四分在等 別人還一分兩分 被活藝人兩分 藝人又在高分落榜 你看看 又是四分 好難過 怎麼會這樣 你有什麼難過 師範大學連現在敗部復活都不行 經過了激烈的纏鬥 老早就停牌了台大 總算是搶下晉級的最後一分 而在昨天 表現優異的師範大學 今天完全失去水準 必須無條件淘汰一群 校技對抗 第一次出現如此殘酷的畫面 必須強制淘汰的師範大學 該如何做決策呢 在師大無條件淘汰後 其餘落敗的四組人馬 也已經推敗出敗部復活的代表 在經過搶答淘汰賽後 最終只有一人 能回到比賽場上 剛剛因為師大呢 在回答過的 已經過五分 裡面只有一分 所以你們決定了最後 你們五位裡面選擇你被淘汰 為什麼 你們猜選猜輸 猜輸了 會覺得可惜嗎 還滿可惜的 是啊 但是都是一個團隊啦 一定要有人犧牲嘛 說不定最後十萬塊就是你們的啦 對 希望我 希望我隊友加油 趙吉仁 有什麼話跟他講 這次你們選出來要淘汰 因為你們前面門檻都沒過 我知道我們 就我們五個都很厲害 因為我們第一天就 拿到晉級的門檻 所以我相信我接下來 我們接下來一定會努力 所以你就放心的去吧 哈哈哈哈 羅杰安 有什麼話給你的隊友名 拿走十萬 加油 這個就是表示各位來這邊參賽 不是前面可以分數很低 再來敗不復活 這其實是不公平 你看能站在那邊的 都是四分三分在淘汰的 你沒有兩分 基本上這個門檻是縮不過去的 所以謝謝你了 謝謝羅杰安 謝謝 寬鬆一下 好 已經淘汰了一位 接下來只有一題的機會 我們只就一個回來 只就一個回來 強答題 請準備 請出題 六處兴旺 用來形容各種深處 家禽 繁衍兴旺 請問 下列哪一個動物 不是六處兴旺裡的六處 一 牛 二 馬 三 鴨 四 狗 蕭冠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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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馬 二 馬 不是六處 對或錯 林迪宏 狗 狗 不是 你本來第一個要選什麼 我其實也想選馬 所以他先幫你刪除 對 謝謝 蕭冠宇 我們現在可以討論了 反正你們如果兩個搶答錯 我們繼續 蕭冠宇 你為什麼選擇馬 因為我覺得在普通農家 可能沒有辦法買得起馬 所以就是狗要欣旺 鴨要欣旺 牛要欣旺 就是馬不要欣旺嗎 就是馬比較沒有那麼重要性 好 好的 沒關係 這一題只能兩個人搶答 他選擇是狗 四號狗 對或錯 錯 不能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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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跟狗都不是親 公布正確解答 三 鴨 古人 把馬 牛 羊 雞 犬豬 稱為六處 這六種也是人類最早馴服的動物 在周禮之中也有記載 六處 六生也 六生 馬 牛 羊 十犬 雞也 六處希望他常常唸 但是都不知道 是不含鴨的 好 接下來繼續PK 請準備 請出題 請注意以下畫面中的五個數字 請問 剛剛出現的數字加起來多少 蕭冠宇 23 23 沒有選項的 對話錯 恭喜 好 可能只有選項 92174 蕭冠宇先恭喜您過關 中興大選 等於三個就要先離開了 林迪宏 來 請參賽感覺 我覺得來這邊真的很好玩 因為體驗那種錄影的感覺 那我召集了我的隊員來 可是沒有辦法陪他們走到最後 就希望他們繼續加油 可以帶著我的精神 其實你一定常看我們節目 所以才說第二個按那麼快 對 因為第二個是我們贏不輸了 那阿諾是個藝人還按不過他 我永遠都按不到這個鈕 你永遠記得第二輪按的 永遠不會有事的 好 阿諾 其實藝人這兩天都還不錯 都是高分落敗 我覺得大家表現得都很好 然後 我覺得我這次回去我會好好念書 而且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要了解一些生活知識 是常常要看新聞跟看電視 因為很多知識都是看電視學來的 對啊 可是你們今天藝人來滿感動 就是真的有團隊的感覺 對 都互相 你看你們這邊打扁這邊尖叫 其實你們不錯的 這個驚奇之旅沒有走到最後一天 不知道誰是最驚奇的 好不好 來 召集人 就是我覺得我們其實都很感傷 就是到了第二天之後 真的到最後其實大家都很大氣 就想像大雅說 那等一下我去好了 等一下我去搶答 但是我們都想說不要 我們都還是以公平好了 所以最後我們都用真的很爛的方法 就是剪刀石頭布 但是其實我們都很不捨 就是 當然都希望盡量能留下來 蘇宇說的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禮錄 那行萬禮錄不如來上瓜哥的節目 節目之中自有黃金屋 對 那能夠跟藝人 拿他弄一起被淘汰 也算是一種榮譽 很感慰的感覺 謝謝 那剩下的同學就好好加油 所以亞美還有四個嘛 對 還有四位同學 然後另外仁恩是我的學長 那非常感謝他邀我來這個節目 所以他也應該可以撐到最後 謝謝你了 幫我們節目這麼做對 對 大家來這邊探討知識是非常好的 謝謝三位 謝謝我們歡迎送一下 哇 昨天三位 今天有一個未達分數淘汰的時候 等於今天四位 兩天淘汰了七位 還有二十三位 金屠島 明天見 在各校開始展現實力後 比賽已經越來越難分勝負了 明天的紙物賽 又會是哪個學校會遭殃呢 對於過關 他勢在必得 這次不是當好 因為之前打的很多名字 他滿強的啊 專 比心最大 在生活世界裡面的命名 通常會依照他的特徵 請鎖定明天晚間十點 超市 金頭腦 接下來播出 愛玩客 您現在收看的是超級電視台 你以為你很了綠島嗎 不要在Google五年前的 舊遊記玩綠島啦 放下你的滑鼠 愛玩客要你進階版的 綠島全攻略 全攻略 最給力 成天唯一的豪華蝦味仙 快過來 這真值得耶 這真值得耶